日王 碧基的崛起 危机与加密经济的未来 杰夫·约翰·罗伯茨 第一部分 从公开的秘密到内战 第三章 穿过砖墙 弗雷德和布莱恩在市场街高楼里 看着太阳穿透雾沉沉的旧金山湾 在布鲁索姆街 碧基没有像样的董事会会议室 他们借用了借贷俱乐部Landing Club的地盘 在借贷俱乐部豪华的总部 将举办一场攸关碧基成败的会议 2013年4月 距离布莱恩作为菜鸟在YCombinator展示 还不到一年 距离他和弗雷德创办碧基仅5个月 碧基作为一家初创公司 需要更多的资金 布莱恩和弗雷德倾尽所能 却说风险投资者 在A轮融资时拧开现金水阀 投资数百万美元 为碧基加免 这样一来 碧基不仅可以扩大业务范围 而且能向硅谷证明 富有且颇具影响力的人 认同布莱恩的愿景 然而 在看到参加宣讲会的客人之后 弗雷德的魏猛然一沉 联合广场风投公司 Union Square Ventures的团队 于贯而入 而弗雷德·威尔逊却没来 我们完蛋了 弗雷德对布莱恩说 弗雷德·威尔逊 是联合广场风投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该公司是纽约风投公司中的佼佼者 与硅谷声欲卓著的风投公司 分庭抗礼 威尔逊性情反复无常 精于算计 冷血 才华横溢 他还是推特董事会的成员 在进入推特董事会后 他就像一个残忍的木偶大师 火速清洗了足足两位首席执行官 众所周知 他脾气很坏 与媒体关系糟糕 威尔逊曾拒绝一家杂志的采访 被拒绝后 记者又联系威尔逊的同事 得知此事后 威尔逊警告记者 也许你该学学如何交友 省得惹人生厌 威尔逊很无情 的确是这样 但他也是新一代创业者的导师 与其他风险投资者不同 他很早就成了比特币的信徒 他相信中本聪的杰作可以改变世界 唯一的领头羊 既不是罗杰维尔那种狂热分子 也不是凯蒂豪恩 从联邦调查局的同事那里 听来的某个罪犯 只能是中本聪 在布莱恩和弗雷德身上 威尔逊看到了 加密技术的公众形象 年轻 稳重 具备创业精神 然而 在这个特殊的五月早晨 威尔逊悶病在床 待在纽约的家中 布莱恩和弗雷德 只好向联合广场风投公司的 其他合伙人推销自己 但他们都不如威尔逊热情 我们完蛋了 弗雷德重复道 宣讲时 有句话在布莱恩的脑海中回荡 如果联合广场风投公司拒绝出资 该怎么办 与Y Combinator的其他币营生一样 布莱恩东拼稀凑了5万美元 投入币基的种子轮融资 这只是一笔小钱 可以让新公司起步 Reddit的联合创始人 亚利克希斯·瓦尼安 是投资者之一 几年后 瓦尼安会结婚 他的妻子 网球明星塞雷纳威廉姆斯 也将投资避机 布莱恩还劝动了企业家 巴里希尔伯特 17岁时 希尔伯特就当上了股票经纪人 自2012年起 他着手大量购买比特币 后来 因为妻子强烈要求他 进行多样化财富管理 所以他开始投资加密货币公司 与B基接洽时 希尔伯特吓了一跳 布莱恩告诉他 他可以买入 但只能通过无上限 可转换票据的形式买入 这样一来 希尔伯特就能得到 B基A轮融资的股份 不过 这种安排存在巨大缺陷 无上限的意思就是 竞争投资者不被限制 可以任意稀释希尔伯特的投资 通常来讲 只有最火的初创公司 才有资本要求无上限票据 希尔伯特投资过数十家公司 却从未答应过这样的条款 如果你相信B基非常有可能成为 排名第一的比特币钱包 那么估值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PayPal L在线支付平台 就是一个好例子 因为投资者都很富有 所以投资排名第二的钱包的投资者 将一无所获 在给希尔伯特的邮件中 布莱恩这样写道 这封邮件的言辞很自大 不过 他逗乐了希尔伯特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他接受了这个冒险 他决定用价值十万美元的 比特币投资B基 凭借瓦尼安 希尔伯特等人的投资 B基得以成立并运转 但这还远远不够 要是想让B基扩大规模 入住硅谷 成为巨人 布莱恩和弗雷德就需要 风投公司的帮助 筹集数百万美元 B基要证明 自身的发展成正增长 只有这样才能让资金滚滚而来 对于风险投资者而言 正增长是一句 近乎神圣的祈祷词 正增长意味着 每个月初创公司的用户 和收入都在增加 公司能够在换灯片上 画出一条漂亮的 向上的对角线 2012年以来 B基的曲线一直是正增长 布莱恩和弗雷德 带着漂亮的增长线 拜访了保罗格雷厄姆三次 保罗格雷厄姆 是YCombinator的联合创始人 也是教会他们筹款之道的宗师 前两次 格雷厄姆告诉弗雷德 孩子 你还没准备好 第三次 格雷厄姆凝视着B基的表现 依旧成正增长 祝福布莱恩和弗雷德A轮融资顺利 将两人引荐给了他认识的富豪 B基得到了格雷厄姆的支持 拥有可观的增长数字 尽管如此 风投公司通常来讲 他们多么热爱风险啊 依旧担惊受怕 大多数风投公司不了解比特币 那些了解比特币的风投公司 因为嗅到了遭遇执法部门扼杀的必然性的气息 也会望而却步 风投行业中 弗雷德·威尔逊是最大的例外 他却说联合广场风投公司的合伙人 前往旧金山 深入发掘B基的潜力 如果一切顺利 联合广场风投公司会投资500万美元 而现在 在这个攸关生死的5月早晨 威尔逊请了病假 布莱恩和弗雷德别无他法 只得拼命说服威尔逊的同僚 这些人对比特币持怀疑态度 比如联合广场风投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布拉德伯纳姆 他是比特币的公开怀疑者 我们完蛋了 布莱恩又在心里说 事实证明 只完蛋了一半 虽然威尔逊不在场 但布莱恩和弗雷德 凭借出色的展示 整洁的外表 B基的正增长曲线说服了 联合广场风投公司的团队 让他们决定 以250万美元的价格买入B基的股份 另外的250万美元 两人必须到别处筹措 这时 B基的白衣骑士出现了 米奇马尔卡 是风投公司里布特资本 Rebit Capital的经营者 对比特币有深入的了解 马尔卡个子很高 有一双招风耳 头发剪得很短 他说着一口带有 浓重拉丁口音的英语 这是由于他来自委内瑞拉 他目睹了腐败无能的 委内瑞拉政府 是如何造成货币贬值的 与多数比特币信徒一样 马尔卡是数字货币 为引领经济自由的火炬 是像委内瑞拉 毁灭性的领导者 乌戈查维斯这样的独裁者 无法扑灭的火炬 弗雷德说 马尔卡具备全球性货币视角 与同时代的投资者不同 在他看来 比特币不是异端 在马尔卡看来 压住币基就是压住比特币 令他无法拒绝 就这样 币基拿到了另外的250万美元 获得了完整的A轮融资资金 最后 律师要对这笔交易做收尾工作 弗雷德纪奇有一位朋友 曾对他许下诺言 这位朋友在高盛担任高级董事 他和弗雷德都对高盛在数字化方面的举棋不定 感到失望 朋友告诉弗雷德 他愿意开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投资弗雷德的事业 不论他做什么 弗雷德打去电话 询问朋友那个诺言是否还有效 之后朋友就给了他2.5万美元 因此 在比特币蓬勃发展高盛袖手旁观时 至少还有一名高管转的盆满钵满 早期他花2.5万美元 获得了币基的股份 几年后 这些股份变成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股票 不过 并非所有人都看好币基的A轮融资 硅谷闲话 Miniwag网站专门揭发名人丑事 这个网站如今已不复存在 那时 该网站的萨姆彼得尔将币基融资的新闻 发布在网站上 取了个嘲笑性质的标题 风投公司也颠了 给比特币砸了500万美元的真金白银 他也对比特币本身嗤之以鼻 抱怨道 我们全都在谈论比特币 正是因为那群积极无名 无法理解的自由主义呆子 对数字货币趋之若伍 相比之下 美国的标志性商业报纸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要积极得多 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长文中指出 币基获得500万美元的投资 是加密货币的里程碑时刻 文章引用了弗雷德威尔逊激情澎湃的话语 他称赞币基为比特币领域的摩根大通 布莱恩和弗雷德互相机长 再度投入工作中 布莱恩在布鲁索姆街的咖啡店 对面租用的房间 实际上是一套两层的一居室公寓 但在A轮融资之后 它变得像一间办公室了 但同时也成了一个比特币狂热分子的集中地 弗雷德在墙上贴了一张 说唱歌手克里斯托弗画来式的标志性Dream 梦想 海报 但把海报上Dream中的D改为了B 就变成了Bream 这个单词是一个缩写 代表着比特币统治我周围的一切 Bitcoin rules everything around me 房间的最佳位置摆放着一个由木头和玻璃制成的立方体 里面养着一条闪光蓝豆鱼 名为中本葱 由公寓改装的这间办公室还容纳了很多人 继奥拉夫之后 克雷格·哈梅尔也加入进来成为BG的第二号员工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 曾帮助建立约会网站Occuped 可以说 这个职业经历对他来讲很合适 他本人面对女性非常害羞 直到大学四年级才有了女朋友 布莱恩和弗雷德去纽约旅行时遇到了克雷格 发现他是一个比特币信徒 便邀请他来旧金山参加工作室友 来了之后 克雷格搬进了黑客之家 Hacker House 这个地方标榜自己是该式科技精英的住所 但在克雷格看来 这里根本就不是名副其实的热门公寓 我意识到 这种宣传就是为了骗人付钱 每月付1500美元房租 结果就是和其他九个人 共住一个寒酸的公寓 克雷格回忆到 不久之后 房东发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 驱逐了包括克雷格在内的所有房客 之后几个月里 克雷格带着睡袋 住进了布鲁索姆街的房子 他编码到深夜 早起洗澡 然后再接着编码 用奥拉夫的话来形容克雷格 他就是一个只喜欢运送货币的疯狂工作机器 全天后围绕比特币的工作 非常适合克雷格 同奥拉夫一样 克雷格的薪水也以比特币的形式支付 他也是BG的早期客户 客户编号18时 多年后 已经非常富有的奥拉夫 将自己在BG的工作经验提炼成珍贵建议 提供给初创公司 即雇佣你的客户 在奥拉夫看来 即使其他数十家比特币初创公司 都在蓬勃发展 BG也能脱颖而出 因为BG会雇佣相信该公司 并热爱比特币的人 这是一个好建议 不仅仅适用于加密公司 奈克的传奇创始人菲尔·奈特 正是靠着一小群虔诚的运动鞋用户 奠定了其协业帝国的基础的 不幸的是 对于布莱恩来讲 并不是所有客户都想在BG工作 有位客户名叫朱利安·朗舍德尔 居住在德国 是一位出色的程序员 他就礼貌地拒绝了BG的工作机会 几个月来 布莱恩付钱给他 让他帮忙将中本聪的原始比特币代码 专门为个人在家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而设计的代码 改写为足以满足BG商业用途的坚固代码 弗雷德和布莱恩说服了朱利安来就金山参加工作适用 工作适用是BG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一般是进行为期几天的测试 以查看潜在员工是否合适 朱利安很适应这里的工作 但他个人有两个反对意见 一个是美国人的工作量太大 他更希望工作之余能有闲暇时间喝喝啤酒 另一个是针对啤酒本身 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他觉得美国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喝啤酒 于是他回到了德国 相比之下 BG招聘李启薇时运气更好一些 李启薇身材健硕 说话温和 留着一头乌黑的 棱角分明的头发 他利用自己在谷歌的20%时间 谷歌的一个著名福利 金员工可以将1%的工作时间花在个人项目上 创造了比特币的早期替代品来特币 李启薇的整个人生都深受非凡数学才能的影响 在科特迪瓦上小学的第一天 因为老师发现一年级数学对李启薇来说太容易了 于是让他升入了二年级 而二年级的老师也得出了同样结论 于是第二天 李启薇走进了三年级的数学课堂 我是亚洲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体型偏小的孩子 但是走进那个三年级的班级后 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小 他回忆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李启薇尽显奇才 十几岁时 他就与哥哥李启元一起建造计算机 后来 他在谷歌担任工程师 致力于构建YouTube视频网站和谷歌网络浏览器 Chrome的操作系统 李启薇不仅将数学技能应用于工程学 还将其应用于经济学 成了金虫古怪的投资者 他们认为黄金比股票或债券的价值更高 2011年 发现比特币时 李启薇正是一个金虫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意义 我读了比特币的代码 发现它会大幅升值 2013年 我决定全新投入 比特币是黄金的升级版 李启薇心意已决 2011年 一场金融风暴席卷而来 李启薇的第一笔比特币投资价值 从30美元跌至2美元 但他连眼都没眨一下 在早期 这种崩盘有助于定义比特币汇率 到2013年 李启薇将所有资金都投进了比特币 还敦促家人也这样做 李启薇没费多大力气 就说服哥哥李启元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比特币交易所 他哥哥由此成为知名富翁 然而 让普通人购买比特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李启薇赞同布莱恩的看法 认为对于非技术人员来说 繁琐的钱包和私悦太过可怕 如果没有B机之类的公司提供服务 比特币就无法成为主流 就这样 李启薇成了B机的第三号员工 布莱恩 弗雷德 奥拉夫 克雷格和李启薇组成一个小团队 去了当地的攀岩健身馆 玩使命召唤等游戏 放松身心 弗雷德是美国游戏冠军 能同时与另外两个或三个团队成员对抗 由此 他们迅速发展出一种团队精神 然而多数时候B机的员工工作起来都不要命 他们用军事行动办的紧迫性 对付建立初创公司的任务 他们也以继日的编写网站代码 从早上直到晚上10点或11点 偶尔停下来 在白板上勾画宏伟的计划 然后回去编写更多代码 在早期 B机团队在弗雷德的领导下 创业激情高涨 弗雷德曾经是曲棍球和篮球明星运动员 具有激烈的竞争精神 它会大吼 穿过砖墙 后来 这句话成为B机的真言咒语 现在还可以在B机的官网上找到 有这样一堵砖墙出现了 名字叫苹果 有一位十几岁的比特币狂热者 为B机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 为客户在苹果手机上 买卖比特币提供了便捷途径 不幸的是 苹果不允许加密货币交易 禁止提供此类服务的应用程序 在应用商店上架 然而 布莱恩想出了一个 穿过砖墙的计划 B机使用一种 名为地理围栏的技术 解除苹果应用商店的交易限制 然而 该技术只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丘破蒂诺使用 这里是苹果总部所在地 是苹果工程师 审查新应用程序的地方 这些工程师认为 B机的应用程序符合政策要求 因此 它留在了应用商店中 这样一来 美国各地B机的客户 就都能在自己的苹果手机上 交易比特币了 这是一个巧妙的技巧 也是教科书式的案例 示范如何穿过砖墙 不幸的是 对于B机的员工来说 其他砖墙太过坚固 无法突破 尤其是两堵破在眉睫的砖墙 不仅会阻碍B机的发展 还有可能将它彻底扼杀 第一堵墙是严重的黑客攻击 它已将许多加密初创公司 移为平地 第二堵墙是美国政府 B机差点被这两堵墙压垮 黑客攻击发生在2013年中期 当时 B机团队暂停工作 正在吃晚饭 弗雷德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 邮件通知 有人从B机的热钱包中提了款 B机在热钱包里储存了数百万比特币 用于日常交易 弗雷德想 这一定是搞错了 B机牢牢保管着热钱包的密钥 其严密程度 就像银行防守金库 也像可口可乐保护自己的秘密配方 任何入侵者都无法靠近密钥 但接着 邮件发来了第二次提款通知 该死 咱们最好检查一下 弗雷德对李启薇说 晚餐时 李启薇将笔记本电脑带在手边 李启薇登录了B机的控制屏 查看情况后 心一沉 有人已经登进了B机的账户 正在窃取比特币 更糟的是 入侵者越来越大胆 越来越贪婪 最初 黑客只窃取了几个比特币 但现在 他正在洗劫B机的钱包 第三次被非法提款后 李启薇手忙脚乱地更改了钱包的密码 关闭了访问群线 除他之外 谁也无权登录了 不过 在此之前 那个神秘强盗已经掠走了一大笔比特币 B机团队沮丧地吃完了晚饭 相比于晚饭开始前 他们的初创公司缩水了25万美元 很快 团队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黑客袭击了B机的一家IT承包商 窃取了密码 在网络安全领域 通过外部供应商 入侵目标公司的网络是一个很常见的靶信 在黑客眼里 外部供应商是公司的软肋 布莱恩下令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 要求所有合作公司 使用B机提供的crimebook笔记本电脑 他还评估了已造成的后果 毋庸置疑 这次抢劫给B机带来了经济打击 如果被别人发现这件事 会对B机的声誉构成威胁 关乎公司存亡 在早期 比特币欣欣向荣 黑客和诈骗也无处不在 布莱恩标榜比特币为安全可靠的替代品 客户可以安心存放资金 就像在一家大银行存钱一样 如果新闻头条大肆渗B机无法保护自己的资产 就可能摧毁这家公司 把客户的钱弄丢了的银行活不了多久 万幸 没人把遭遇黑客攻击这件事泄露出去 布莱恩及其团队又做回了他们擅长的事情 拼命工作 弥补损失 尽管如此 这起抢劫事件仍使团队焦虑不安 黑客进入了B机的热钱包 该钱包与互联网相连 但该公司还有数百万比特币藏在冷库中 冷库这一词与厂备加密人士用来指代诸如USB密钥或是纸片等用于存储比特币的物理设备 这些技术意味着特定比特币钱包的所有重要私月都不存储在互联网上 以防黑客窃取 冷库的吸引力显而易见 意味着离线存储私月的市场正在扩大 一家名为Xappo的比特币安全存储服务公司甚至提供了一项服务 将客户的私月存储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金库中 B机自己的冷库却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例如早期大量客户的比特币都存储于放在布莱恩口袋里的USB驱动器上 这引发了某些令人不安的时刻 尤其是当布莱恩结束海外旅行后抵达美国海关时 当海关代理人问他是否携带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进入美国 这一标准问题时布莱恩决然地给出了否定答案 千万不能告诉海关代理人他钥匙圈上的USB驱动器里 装有数百万美元的比特币 随着B机发展壮大 他迅速为其冷库增加了其他技术 包括多城市系统 其中私月被分成不同的部分并分散在美国各地 与哈利波特系列中的魂器类似 该系统依靠不同的人找到并重新组装各个碎片 以重新创建用于保存比特币的私月 这是保护B机储备物资的一个明智之举 但在公司热钱包受到黑客入侵后 布莱恩和其他人不再那么有信心了 作为回应 公司聘请了备受尊敬的比特币学者 安德利亚斯·安东诺普洛斯对其冷库供应进行审计 安东诺普洛斯使用一系列随机样板 测试了散布在美国各地的私月 是否真的解锁了他们本应持有的比特币供应 看到安东诺普洛斯的审计结果变得明晰后 布莱恩松了一口气 然而实施打劫的黑客 只是B机所面临的一种犯罪分子而已 欺诈者是更为常见的犯罪分子 他们使用欺骗而不是黑客入侵的方式来窃取比特币 常见的骗局是 这些骗子从互联网上的可疑站点购买被盗的银行账户平均 注册成为B机的客户 然后 他们使用非法取得的银行账户资金购买比特币 并期望在银行货币机弄清真相之前 将比特币迅速转移到另一个钱包 对于B机来说 这样的骗局简直是双重灾难 不仅使公司蒙受比特币的损失 而且银行还会收回B机收到的资金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这种骗局的花招包括 骗子在其银行账户 没有任何资金可交付B机的情况下 仍然购买比特币 一开始B机让客户等待三天再交付其购买的比特币 以便有时间能够在银行系统证实客户是否确实有购买比特币的必要资金 但布莱恩认为 只要向客户提供当天一小时内交付比特币的服务 B机就有机会提升业务水平 尽管克雷格和奥拉夫都警告说该计划将使骗子大发不易之财 但布莱恩还是义无反顾地推行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不到一天时间 B机就意识到推行当天交付服务是一场惨败 因为公司整整10%的交易都是欺诈性的 这使公司遭受了现金和比特币的损失 该团队苦笑着将这个问题称为友好欺诈 B机还必须努力应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及一些客户将B机视为友谊系列犯罪行为的个人洗钱代理公司 其中包括勒索软件运营商 他们锁定公司城市和学校的电脑 只有在受害者以比特币支付赎金后才将电脑解锁 一旦骗子拿到赎金 像B机这样的网站就会将这些比特币转化为美元 提供了一个绝佳场所 B机并非第一家不小心进行洗钱代理的公司 勒索者和毒贩长期以来 一直是使用西联汇款甚至苹果公司礼品卡等汇款服务 来转移其不易之财的 但是与西联汇款和苹果不同 B机并没有数十年的良好商与 更糟糕的是 他以比特币交易 这已经是一个危险信号 如果犯罪分子使用B机网站猖獗洗钱 那么监管机构会立即将其关闭 奥拉夫面对成千上万张分之踏来的客服公单 他竭尽全力压制那些像蟑螂一样 从一个B机账户爬到另一个账户的骗子 如果发现类似的洗钱活动 他会阻止违规客户的交易 并向美国财政部提交一份名为可疑活动报告的文件 这一过程后来被他描述为遮住你的屁股 逃避责任 该流程执行了一段时间 使B机受到执法界的青睐 即使指示勉强 这种情况弗雷德威尔训见得多了 这位反复多变的公司投资人警告布莱恩和弗雷德 穿过砖墙固然很好 但如果涉及美国特勤局和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等联邦监管机构 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无论创始人是否愿意 B机都需要设立合规官进行有效监督 因此 2013年秋季 马蒂娜·逆加德里克加入了B机 成为公司的第四号员工 马蒂娜是纽约人 留着一头全发 性格坦率 是包括PayPal在内的早期金融初创公司的资深人士 帮助开发了著名的FICO个人信用评级法评分 除了这些工作经历之外 她还使B机以兄弟为中心的文化 第一次呈现多样性 她是公司的第一位女性 第一位为人父母的人 也是第一位40多岁的人 弗雷德·维尔逊亲自说服她加入B机 强调比特币初创公司正以火箭般的速度发展 需要马蒂娜维持稳定 亚当·怀特虽然从未做过火箭飞船 但却做过很多次战斗机 这位曾经的美国空军指挥官 驾驶F-16战斗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执行了数十次任务 尽管举止温和 但她做任何工作都带着永不满足的野心 收到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封拒绝信后 她在空军服役期间将睡眠时间缩短到每晚4个小时 以便准备已经修改了72次的第二份申请 这次她成功了 她进入了哈佛大学 但作为早期的比特币信仰者 她沮丧地发现 著名商学院的领导竟然没人有时间交受加密货币 她应该是资本主义的西点军项 所以我觉得奇怪的是 私人货币制度的想法竟不被欢迎 我曾试着写一篇关于比特币的经济学论文 但教授让我别写 他回忆道 毕业后 亚当走上了商学院毕业生通常会走的职业道路 他在贝恩公司工作过 然后在一家电子游戏公司担任产品经理 但他心中对比特币的那股狂热一直在燃烧 他出现在毕举时 弗雷德和波兰恩一如既往地用精心设计的逻辑谜题考察他的能力 该问题涉及困在岛上的人 他们只有根据绿眼大师的线索 猜出自己眼睛的颜色后才能离开 亚当意识到解答该问题需要运用演艺推理 于是用该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让币基的创始人邀请他参加工作试用 工资完全用比特币支付 他的工作内容是说服当地商户签约接受比特币支付 由于数字货币在现实世界中还没有站稳脚跟 所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亚当毫不畏惧 弗雷德·埃尔扎姆穿过砖墙的劝告在他耳边响起 于是他发送了300封冷邮件 为事先联系就发送给收件人的邮件 并用电子表格跟踪回复率 这个办法十分奏效 工作适用结束时 亚当就说服了一家航空公司 一家冷冻酸奶店和一个社交媒体网站 将其支付系统接入币基并接受比特币支付 你被录用了 弗雷德告诉亚当 并让他放轻松 继续签下更多商户 在这份工作中 亚当成长很快 在一年内为BG签约了10家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公司 他很享受这种工作狂文化 BG等级森严 就像军队一样 亚当回忆道 我崇拜弗雷德这样的领导 他既是精英软件开发人员 也是高盛交易员 2013年10月 亚当的到来恰逢BG新客户激增之际 该公司的环比数据 一直保持在正增长的神奇轨迹上 同时 随着主流媒体开始严肃报道 中本聪创造比特币的故事 比特币相关新闻的传播范围 已经远超旧金山的科技走廊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比特币的价格有关 2013年夏天 一个比特币的价格突破100美元 并且还在不断攀升 但这也与一些新奇事物有关 例如比特币自动取款机出现在咖啡店里 还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品和商品告诉人们 一个城市新部落诞生了 投资比特币的热度不断升温 布鲁索姆街上BG这间 有公寓改成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比特币朝圣者源源不断地涌入 其中有人将成为加密圈中的著名人物 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来了 哈佛赛艇运动员 泰勒温克勒沃斯和卡梅伦温克勒沃斯也来了 这两位运动员从马克扎克伯格纳利获得了一大笔 关于脸书成立的法律和解费 并将其投入比特币财富 一位很有眼见 名叫巴拉吉斯里尼瓦桑的加密狂热分子也来了 克雷格和其他人都认为巴拉吉看上去像毒品贩子 也像穿着破旧耐克鞋和染色运动裤的街头混混 但他们随后都惊呆了 巴拉吉也许看起来像一个流浪汉 但他的言论听起来却让他像一位长春藤萌校的教授 他即兴发表了一场关于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西曼作品的演讲 一位名叫维塔利克·布特林的《瘦骨铃巡》的少年 也在币基办公室闲逛了几天 他不久之后就发明了比特币之后最重要的加密货币 并非所有去布鲁索姆街的游客都如此受欢迎 有几次愤怒的客户出现在币基门口 要求公司解释他们账户出现的问题 奥拉夫或克雷格会尽最大努力向客户保证其比特币是安全的 并将他们推到门外的大街上 还有一次 一个跟踪者出现在门口 这位年轻人解释说 他一直在监视那个很帅的家伙 弗雷德 他从一个墨西哥卷饼送货员那里 获得了币基的地址 他想知道公司是否愿意雇佣他 他也被赶到了外面 2013年末 币基还聘请了第一位律师 名叫胡安·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虽然已经25岁了 但看上去还像个小男孩 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和一头深色头发 他曾担任后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尔萨奇的书记员 后来加入顶级律所 走上了律师千篇一律的职业道路 苏亚雷斯厌倦了长时间审查次级抵押贷款文件的工作 整夜在Reddit论坛潜水 阅读有关比特币的内容 当看到币基的招聘信息时 他意识到自己得到解脱的机会来了 我当时正在写一篇有关美国抵押贷款的多地区诉讼的文章 我想这东西一文不值 于是我拼凑出一个别角的幻灯片 主题是我能为币基提供什么帮助 马蒂娜告诉我 他其实收到了很多其他更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 但他喜欢我的幻灯片 胡安回忆道 马蒂娜和胡安一起梳理币基对法律和财务备案的轻率处理这一问题 开始为其建立一定的秩序 他们还拜访了美国特勤局 联邦调查局 国土安全部和其他监管机构 向其解释比特币的潜力 并保证币基并不适用于洗钱的场所 出乎意料的是 币基结交到了检察官 凯蒂豪恩等盟友 他们之间的交流开始有所共鸣 币基也渐渐赢得尊重 布莱恩和弗雷德站在那里 像一对训练教官一样 指挥着这一切 两人蹲坐在布鲁索姆街公寓上层的指挥中心 完全是两个工作狂 如果说弗雷德的口头禅是穿过砖墙 那么布莱恩的口头禅就是戴上耳机 B基的员工常常会看到 布莱恩的光头被巨大的头戴式耳机包裹着 这是一个让人远离的信号 戴着耳机的布莱恩有一种别烦我的气场 如果他在这个区域 你甚至不能从他身边走过 胡安回忆道 基于B基这种冷酷而清晰的文化 彭博商业周刊把布莱恩和弗雷德称作 瓦肯兴的瑞士银行家 别想逗笑他们 因为飞胜即败的工作适用 谷歌风格的面试谜题 该公司的招聘文化已经算得上十分严苛了 但做拇指手势的做法 使招聘过程变得更为紧张 做拇指手势是指 每个在房间面试候选职员的考官 需要在面试结束后即刻做出古罗马角 都是那种拇指朝上或朝下的手势 只要有一个人的拇指朝下 就意味着候选人面试失败 对于胡安来说 虽然B基的文化可能有些极端 但那并没有让他惊慌失措 他说 我觉得这很有趣 如果你想谈论一种冷漠和迪更斯式的文化 那么可以试试 在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 尽管如此 弗雷德和布莱恩专横的管理方式 开始使公司的其他员工感到紧张和疲惫 弗雷德不断告诫要穿过砖墙 起初的确鼓舞人心 但现在却让人升位 这家初创公司可能会在自身压力之下倒闭 2013年12月 纳塔利·麦格拉斯来了 她是一位热情的年轻女子 长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和一头棕色的头发 在斯坦福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 她尝试了运营和前台管理 磨练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这所大学有很多一往无前兄弟般的奋斗者 同她在布鲁索姆街看到的一样 在面试纳塔利时 布莱恩和弗雷德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问题 问题涉及一个残酷的法老 迫使其臣民从黑色弹珠和白色弹珠中选出一贯 选择错误就意味着死亡 当纳塔利反问他们法老这么做的原因时 这个问题超出了范围 布莱恩不耐烦地说 奴隶们正在反抗 所以我们需要杀一井百 好吧 我会把弹珠推到一边 让奴隶们更有生产能力 纳塔利回答道 弗雷德说这是胡说八道 但是布莱恩喜欢这个答案 认为这种非常规思维值得鼓励 不久纳塔利就被录用了 他和胡安苏亚雷斯分别是碧基的第六号和第七号员工 碧基拥有初创公司所需要的一切金钱导师和努力工作的程序员 只有一样东西没有 同硅谷的许多公司一样 这家公司缺乏情商 但在纳塔利出任办公室主任之后 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纳塔利负责组织公司的第一次勿续会 他巧妙地说服布莱恩和弗雷德放弃原来的提议 即他们想进行狩猎和采集活动 要求每个员工干掉自己的食物 相反 纳塔利安排了一次去纳帕古的旅行 在喝酒和泡热水澡之间穿插了几天团队比赛 这次旅行卓有成效 纳塔利的巧妙管理 使公司最难处理的问题迎刃而解 BG的员工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工作 即使是两位瓦肯兴银行家也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 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 几年后 弗雷德仍记得在一次瓦胡岛执行后 他和布莱恩的兄弟情谊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旅行中他们一起讨论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提出的36个问题 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 同时 这家初创公司的阅读数据一直呈现增长趋势 形状开始变得像另一个硅谷的神圣创新 驱棍球棒 驱棍球棒是增长一词意味着突然上升 这就是BG在2013年底的表现 该公司的客户数量迅速上升 钱包账户接近100万个 推动这一切的是比特币价格的惊人飙升 10月突破200美元 11月突破500美元 12月突破1000美元 第一次真正的比特币热潮已全面展开 就在当年的年初 BG还在为筹集500万美元的A轮融资而交投烂额 而现在 硅谷的顶级风险资本家都在排队向他们投资 于是他们接受了 2013年底 也就是距开业仅一年多的时间 BG就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这是迄今为止对加密技术的最大投资 是时候庆祝了 砰 砰 子弹穿透了旧金山南部射击场的目标 打出的子弹击中目标时 布莱恩和公司其他员工喜悦地尖叫着 并未站在加密货币世界之巅而欣喜若狂 核规官马蒂娜站在公司同事旁边开枪 她在射击台上正听着爆把 突然赶到脸颊上有一个地方火拉拉的 一个灼热的空弹壳 嗖的一声从枪里飞出 灼伤了她 这是一个不祥征兆吗